大家好,我是布專業開箱 那今天我們要來試吃全家的冰品 那這四樣冰品分別是景春屋的 那還有一樣冰品是花生口味 但是我沒有找到,所以先開這四個 首先我們先來試吃 這是哈密瓜口味的水果冰沙 那因為它上面都是日語 它都是日語的 不過它很貼心 它在最旁邊這邊有中文 所以如果看不懂我們還是看得太 可愛捏 它是這樣子 打開是這樣子 有一種以前的那個藥有沒有 一種白藥膏跟黑藥膏的那種感覺 那哈密瓜味道很濃 但是 與其說它是冰沙,我覺得它更像雪糕 還蠻好吃的 1到10分的話我給它7分 再來是水蜜桃口味的水果冰沙 打開是水蜜桃口味的 這邊還有一個裂掉的屁屁 打開說不定會有淘汰啦 這是怎樣 什麼那麼歪 到底 打開一樣是這樣子 它溫起來 那個水蜜桃味道也很香 一樣是用這個挖 水蜜桃味道也很濃 而且它很甜 真的很甜 它吃起來就是雪糕 不像冰沙 欺騙社會大眾 但是我還是要給它7分 因為真的很好吃 它真的很甜 再來我們這個是芒果口味的水果麻糬 我試著再去拿一個 真的要去拿一個湯匙 硬的 我們去拿湯匙吧 好了湯匙已經拿回來了 就開挖 它有一層真的是麻糬 吃起來真的是麻糬 然後它底下還有一層 我要開給大家看 它應該是這樣 它是有漸層的 它上面是芒果 再來是一層厚厚的 那種麻糬的外皮 再來裡面是它的內餡 整體上來說還不錯吃啦 不過沒有像剛剛的冰沙那麼的棒 所以我只能給它6分 再來是這個 草莓口味的水果麻糬 它的草莓酸酸甜甜的 但是 因為它是冷凍食品 所以它草莓很硬 沒有那種新鮮草莓那種 咬下去 那種味 非常非常甜的感覺 感覺好像有點冰過頭 1到10分 我給它7分 好的 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那你訂閱了沒 什麼 你還沒訂閱 趕快去按 兩讚的嗎 什麼 你還沒按 趕快去按讚 這動作很重要 好啦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